应用于交通状况监控之云端回报系统 这是我们系统的整体架构 再来是我们整体流程的模拟 A到F是六个红外线侦测站 我们在监控端点选普通速的时候 可以连接到我们的驾驶端上 经过A时LED会跟着车速亮灯 监控端坐标的位置会随之更新并显示 同时家用端也会同步更新显示坐标 家用端可传送景欲至仪表端 接着经由云端传送 仪表端可接收到讯息 另外我们可以设定驾驶的车速 当驾驶超过设定的车速时 仪表端和家用端会有警告显示 而当车祸发生时 会传送讯息至家用端 家人即可点选地图查看事故地点 大家好 这是应用于交通状况监控室云端回报系统 现在要介绍的是此系统整体的流程 现在在我手上的是我们的监控端 首先我们在监控端点选普通速的时候 可以连接到我们的驾驶端上 而我们在乐高车上装了一个仪表端 它会根据乐高车目前的速度显示状况 由于目前限制的速度是60公里 但是现在车速已经到了100公里 就表示现在已经超速了 当驾驶人有超速状况发生的话 将用仪表端都会有警告显示 当警告显示时 就可以点选要传送的讯息 给予驾驶人文字提醒 然后可以点选预设的警示语 例如不要超速 传出去之后 驾驶的仪表端会显示不要超速 也让驾驶人发现它已经超速了 它就会知道要减速下来 就是目前显示的这个样子 我们萤幕上显示坐标位置的部分 是采用Zigbee结合 红外线距离发送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六个节点 那六个节点分别为此装置的虫端 而我们将它的主端设置在乐高车上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发出红色闪光的小装置 虫端具有的功能就是红外线侦测 在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区块都有设立一个红外线侦测系统 当我们系统装置侦测到障碍物的时候 上面的LED灯会随着车速做出指定的灯速 同时我们会把这资料经由蓝牙传送到车上的手机端 再将资料传送到圆端 就是我们现在监控端所看到的这个坐标的位置 在我们说明发生车祸状况的部分 现在我们模拟车祸的状况 模拟的方式是利用另外一个跑道来进行车祸模拟 搬车的时候仪表端会立马显示车祸状况 这个时候仪表端会传送一个直到云端 此时接到通知的家用端也会发出警讯 发出警讯的时候可以点选地图 目的是可以利用GPS定位驾驶人发生车祸的地点 这里我们是利用Google Map来查看 以上是我们的专题报告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